欢迎您收看新闻焦点 欧洲最大的铜生产商警告称 面临巨大损失原因是大规模盗窃 英国美日电讯 铜生产商Orabis警告称 由于一起重大盗窃案 该公司可能面临数亿欧元的损失 在揭示与其回收业务相关的沸铜库存和发货的差异后 该公司的股价下跌了18% 该公司认为其供应商篡改了沸铜的详细信息 并与员工合作掩盖了盗窃行为 Orabis每年生产110万吨铜板 该公司表示无法排除数亿欧元的损失 该公司将无法实现今年的利润预测 钢铁制造商Salt Deter以暂停其业绩指引 有安全顾虑 敦促格兰特·沙普斯退出TikTok 英国美日电讯 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面临着要求退出TikTok的呼声 原因是对该应用的安全担忧 TikTok由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所有 由于担心数据收集问题 该应用已被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 沙普斯在该平台上发布了200多个视频 拥有近15000名关注者 保守党高级后座议员敦促他停止使用该应用 认为他与他的新职责不相容 美国、加拿大和欧盟也禁止政府雇员 在工作设备上安装TikTok 日本投资者在美国科技领域面临与中国关系更严格的审查 日经亚洲 随着美国寻求保护供应链 投资美国关键技术企业的日本公司 面临着与中国的关系增加审查的压力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FIRS 要求外国投资者提交更详细的通知 并花更长时间进行调查 对投资者与中国股东的关系 以及与中国的业务联系进行密切审查 导致调查时间延长 根据FIRS的年度报告 2022年 日本投资者在收购关键技术公司方面提交的申请最多 瞧 拜登的秘密贸易战将使英国陷入困境 英国美日电讯 美国正在经历一种危险的新共识 两党都拥抱经济民族主义 拜登政府正在积极干预经济 改变资本和劳动力的部门配置 这种从市场转向有意干预主义的转变 是出于对中国气候变化的担忧 以及帮助受全球化负面影响的美国工人阶级的愿望 然而 经济民族主义很可能导致经济效率低下 抑制增长 并损害较不发达国家 它还增加了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冲突的可能性 并加剧了裙带关系和资源错配 专栏 APEX 为破碎的涅市场提供硫酸盐解决方案 路透社 新加坡的APEX大宗商品交易所 计划在年底前 推出一种以食物交割的硫酸涅期货合约 该合约不会对伦敦金属交易所 或上海期货交易所构成挑战 这两个交易所只交易精炼涅 但将扩大期货市场 对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电池行业的覆盖范围 研究机构Rescue预测 硫酸涅市场在未来十年内的年增长率将达到22% APEX已与21家涅行业参与者合作 包括两家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 两家全球矿业公司 六家商人和两家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 事实况 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问题 路透社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将是下个月在德里举行的G20峰会的一个关键议题 目前有几个国家面临着重大的债务问题 包括赞比亚 斯里兰卡 加纳 巴基斯坦 图尼斯 埃及 萨尔瓦多 肯尼亚 乌克兰 和黎巴嫩 赞比亚最近与巴黎俱乐部债权国和中国达成了63亿美元的债务重组协议 并正在努力与持有其位偿付主权债券的国际基金达成协议 斯里兰卡在债务重组计划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在国库债券交换的关键期限上遇到了延迟 加纳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减少105亿美元的国际债务支付 并向其官方部门债权人发送了一份重组计划 巴基斯坦在6月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3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协议 并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获得了资金注入 图尼斯正面临经济危机 并拒绝了解锁19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所需的条件 埃及有大量的硬通货债务需要偿还 并将超过40%的收入用于偿还债务利息 萨尔瓦多再进行了两次债务回购 并任命了一位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担任财政部顾问后 成为债券市场的储物 肯尼亚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70% 正在与非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就融资支持进行谈判 乌克兰在2022年冻结了债务支付 并将在明年决定是否延长冻结期或探索其他选择 黎巴嫩自2020年以来一直处于违约状态 并提议取消本币的固定汇率 第一次共和党总统辩论揭示了对中国政策的重要分歧 外交官 2024年总统选举的第一场共和党初选辩论 揭示了该党在如何应对中国问题上的分歧 政治新手企业家维维克·拉马斯瓦米在辩论中 凭借他非传统的国内政策和坚决主张的非干涉主义而脱颖而出 尽管拉马斯瓦米跳上了反华的浪潮 但他强硬的中国政策是由美国优先所驱动的 这是新右派的主旋律 他提出了一些避免与中国直接对抗的政策 比如武装台湾家庭作为威慑手段 限制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扩张 拉马斯瓦米的做法遭到了其他候选人的反驳 包括前副总统麦克、彭斯和前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 他们指责他对中国的绥靖政策 共和党建制派所拥抱的里根主义 与新右派所倡导的非干涉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加剧 因为中国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其他候选人如参议员兰德、保罗和佛罗里达州州长 罗恩、德桑蒂斯也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出了他们的非干涉主义倾向 2024年共和党的中国政策仍然不确定 但该党内部的分歧将随着各种利益集团的重新调整而继续加深 拜登比特朗普更加美国优先 英国美日电讯 城市早报的撰稿人萨姆 克林斯警告称 美国总统乔拜登正在实施许多与唐纳德 特朗普相同的政策将美国的经济利益与世界其他地区分离 根据欧洲议会负责跨大西洋关系的负责人的说法 拜登的经济民族主义包括扩大与中国的贸易战 并支持歧视美国盟友的买美国货法 文章还强调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脱离增加 这可能导致一个重商主义体系和海盗风险的上升 总理在小规模调整中奖励忠诚的支持者 金融时报 英国首相李希·苏纳克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内阁调整 提拔了他的亲密政治盟友克莱尔 库廷奥为能源部长 格兰特·沙普斯为国防部长 这些变动被视为苏纳克对他的党派的严密掌控的迹象 英国金融时报的白厅编辑露西·费舍尔与专栏作家斯蒂芬 布什和政治记者安娜 格罗斯一起讨论了这次调整 他们还分析了詹姆斯·克莱福利访问中国的影响 以及英国政府如何处理脱欧后的规则变化 香港被超级台风苏拉带来的停工所困扰 日经亚洲 周五 超级台风苏拉接近香港 导致香港陷入瘫痪 由于飓风级别的风力和暴雨袭击该地区 商业活动停止 股票交易所暂停 香港天文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热带风暴警告 并预测 苏拉可能是自1949年以来 袭击珠江三角洲地区最强的台风 中国内地当局已经部署了紧急救援服务 香港提醒所有部门保持高度警惕 超过460个航班被取消 国泰航空取消了所有往返香港的航班 所有学校和企业都关闭了 居民纷纷涌向杂货店 导致货架空空如也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下期经订阅行的 我们下期经认了 oraraft 你们下期经认了 我们下期经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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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 我们下期经认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